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关村第二小学出事了啊 据说这是个区属市属的重点小学的 是吧 然后不是发生了这个所谓的欺凌 家长投诉孩子被欺负的事件 搞到北京市教委都发了声明 北京市教委的用语是 中关村二小有学生受伤害事件 教委负责人说孩子是家庭的未来 也是祖国的未来 没说一件具体的话 然后你再看下边 然后中关村二小说是发的最新的声明 关于学生受伤害事件的处理进展情况 他们你看最新的声明 因为根据网上流传的引起公愤的 那个家长所写的那篇 说的是他们家小孩 在厕所的厕格里 上厕所 旁边有俩同学 一个同学在这个厕格门的外头 另一个同学在厕格的旁边 扔了个那个肺 那个那个手指篓 据说手指篓里有屎有尿啊什么的 弄他们孩子脑袋上了 受伤害了 甚至到医院的裁定 就是说有应激的那种反应 但是呢 现在最新的 就是这个中关村二小 他这个出来的就是说 他说他们看这个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当然没有厕所的 只有孩子们进去 和孩子们多长时间出来 那么似乎他们这个学校认为 这不算是不构成一个欺凌事件 甚至于他们这个校方 最开头跟家长说的是 就是说这是 是一个开的比较过分的玩笑 你了解这个事情 对我看到就是在网上 那个妈妈写的信嘛 就关键在于他第一 第一层伤害 他觉得是他的孩子 被人头上泼了屎泼了尿 然后就觉得特别郁闷 那关键他最大火气的地方 是在于他向学校去反应 但是学校的态度 从他的讲述来看 就是像小事化聊 然后呢说 不过是大家开了个玩笑 然后也没什么 就是让他不要再去 争这个事情 当时那个爸爸 然后又告到了那个教委以后 那个学校似乎就更不开心了 又去拿那个妈妈去问责 然后那个妈妈 你看他的态度也很有意思 他写那个第一句话说 每一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 就那种一定要捍卫孩子的那种 就大家形成了一种 现在是一个一个要是妈妈跟学校的这个这个关系 好像是更重要的 而且现在一出什么事啊 所以我老觉得咱们今天这个社会 其实头一等的问题啊 是真相的问题 就是以至于我们现在做这个脱口秀 你实际上你实际上你发现 你都在造口验 就是你认真清楚哪一件事 你比如就说这个事 我原来以为板上钉钉 你欺负人家孩子吗 学校怎么这个态度呢 但是呢 我很快又在一些朋友圈看到一个就声称 也是这个班上的孩子的家长 甚至声称认识这个受伤害孩子的家长 这位写这封信的这个母亲啊 他们说我们都知道你知道他是什么 他是编剧出身 说他是编剧出身 写这种文章是他拿手好戏 然后说你看 他底下还设置了打赏功能 还点赞呢 说莫非这又是一个罗尔事件 我一看到这个 我又看到学校的这个声明 迟迟不肯裁定 或者说迟迟不能够决定 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一个霸凌行为 但你说的那些朋友圈传的东西 不就是今天最流行 我们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所谓的假新闻吗 这不是后事实年代吗 后真相年代 就每天你在朋友圈 或者在香港 我们用Facebook 都会看到大量的人家传给你的说 这又说什么 那又说什么 但问题是所有这些说法 我觉得第一 我们要减合他的事实根据来源 比如说那个人传的说 是这个学校的 同一个学校的家长 他是吗 他是谁 然后他就算是那个学校家长 那就说明什么 那个学校家长就都彼此都认识吗 都认识别的孩子的家长吗 而且有时候学校 有时候可能还要加上一些推测 比如说因为有时候这个学校是好学校 当这个好学校出了件事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人跟学校相关的人 本能反映是要维护他 维护校域 而维护校 你说是家长想要维护校 家长也会要的 因为他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孩子在什么 或者是什么 是很自然的 很多家长都会的 有些人推测就是这个中二小 他这个就是电大七课 就等于说教育资源这么匯乏 他又算是个名校 对吧 不在乎 说社会上那意思 就是社会上你们别掺和我们学校的事 这事我们学校自己能够处理 就是因为他们发的这个声明 其实激怒了很多这个舆论 但是似乎学校呢 也是憋着觉得有点就是说 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那么大的一个欺负 而且似乎就是受害孩子的家长提出了四项要求 比如说那俩孩子的家长要当面跟我们道歉了 或者学校要给他的治疗费 比如说有关于心理治疗 给我孩子造成创伤啊等等 有这么一些要求 似乎这个学校也暗示 他们觉得是不是觉得家长提的要求有点过 看他们那现在如果教委都发话了 是不是他们他们认为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 我不知道到这一层算不算是他认定 这个这个这个部分其实是真的 但是从从学校这个方面来看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孩子之间的这个争吵 到最后其实变成是大人之间的事 就你记得有个电影那个波兰斯基拍的 叫那个Kanage 他就是那个杀戮之神 他就是特别典型的 就是一对小孩 他们就打架当中有一个 把那就拿了一个树枝 把那个的牙给打掉两个 然后两对家长坐在一起 一开始特别的友好 然后越聊越不对 越聊越不对 就是把他们的那种 就是社会矛盾阶级分化 全都聊出来 结果是四个家长打成一团 对 这个也是 就是这种 这个也是这三个孩子的家长 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他们就接近要打起来了 不过这又是一个很难断定的灰色地带 所谓什么时候叫霸凌 对 什么时候叫闹着玩 就是这也是个度的问题 就我们小时候 比如说比如说我这时候 我小时候是欺负人 我今天回想起来的就是百分百在欺负人 在欺负真的是欺负人 但是有的时候 大家真的也有闹着玩的时候 但这个界限怎么把握怎么画 我觉得太难 不过从一个综合的一个社会趋势来看 我觉得今天中国其实不只是中二这件事 过去两三年都常常听说 这种校园欺负人啊 什么女同学一起扒另一个女同学裙子啊 剃头发这什么事我们都听过 像这类事情呢 就有一些 就说明我们到了一个时候 学校要画一个很清晰的界限 而且不是个别学校 是教育部门 要替所有的学校给出一个清晰的界限 什么时候叫做霸凌 欺凌 什么时候叫做闹着玩 因为对学校这种机构来讲 它是个机构 机构办事呢 它灰色的东西它不好办 它一定需要有明确的界限 它是官僚体制嘛 某程度上它才能够有个执行的准则 那定了一个准则比没有准则好 为什么这是需要的呢 因为学校发生小孩被欺负这事 这并不是一般闹着玩的 如果真的严重的欺负的话 将来的影响很坏的 你比如说看我们东亚边的地方 有学校欺凌事件很严重的国家 我举例子 像日本 像韩国 都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到后面后 我们今天再看很多的报告 很多的调查 那是后患无穷的 这孩子长大之后 这个自杀率也较高 没错是真的 他说这个也确实是 他们曾经有过调查 就是说 你看所以说 你说是好人有好报 还是善有恶报 就是根据这个调查 被欺凌的这些人 小时候被欺负的这些孩子 长大之后 懦弱 自卑 受伤害 怂不成功 loser的概率较高 反倒是那些 欺负人的这些个孩子 发现他们成年之后 是吧 拥有性伴侣较多 就是说 人也显得比较自信 就实际上成功指数 还更高 就是他得到的是一种 一种自信和膨胀 就是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事情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说 就有人压迫人这种现象 你会发现在孩子 这个动物界 也存在 我听过一种说法 就是说 也就像丛林有丛林的世界 孩子也有孩子的世界 就是说 孩子真碰到了 就是说 孩子让他们自己处理 比如说 很多人就开始回忆了 我小的时候 我打不过他 但是后来呢 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受欺负 我就找了我的结盟 找了几个小兄弟结盟 我说 我们混成了太保 我们把他打得个不轻 就是等于等等 每个人在孩子的时候 他都要找到 我问你 成年人呢 成年人 你被欺负 怎么办 我觉得大人的世界 好像比较 比较好办 你可以找 那你找警察 那你找法院 小孩的问题 就是在于 他没有相应的这一套机构 对 就说他都是 这个未成年人 你怎么去界定他 这个线本来就很难化 二一个 就算你界定了 那你 那你把他关进监狱吗 难道他 他还不够年龄 但是你像 就在美国那次 就中国那个留学生 他们不就判了吗 就判了很重啊 那现在还是坐牢呢 那就判了很重嘛 那所以我想 就是孩子这边 我们这边 现在还是交给学校 去裁定 学校其实特别的难办 对 他们就是 这个因为这个东西 跟他有利益相关的 他自己也有这个 他有生育的问题啊 有照顾哪个人的问题啊 你干脆应该有个第三方嘛 应该有一个青少年的 仲裁 对 或者类似于法律 那样的一种方法 还有一些心理辅导 我看到有一个报道 他就说有 他就有一些人呢 是专门参与学校里头 这种就是被欺凌 和霸凌别人的一些人 那个心理辅导 就有的孩子 他确实那些霸凌的人啊 他们确实是有 相当一部分是家庭 挺不幸福的 很不愿意跟人交流 然后呢 有一个人就说 他去那个辅导 一个孩子 刚一开始也挺 也挺拒绝他的 后来就那个时间久了以后 那个孩子 哎 反而开始帮助他 帮他打水啊 干嘛的 还给他折了一个 什么小纸船 反正就似乎开始跟人 有这些善意的 这个沟通了 不过话说回来就是 孩子到底能不能够 自己处理好这个事啊 我以前是相信 是可以 但后来我也有点怀疑了 主要的经验 就是看日本 日本的校园文化 就是一般小学里面 孩子打打闹闹 老师绝对不管 打架打得很厉害 老师也还是不管 就以前他们的 学校文化是这样 就觉得这个是你们学生们自己 你们自己用武力搞定 然后谁当老大 谁是韩国也是这样 一直以来都这样 觉得这相安无事 觉得这个社会运作很好 但是到了最近20年 所有的后果都全部出现了 所以我就发现不行 那么但是否说明 就我们需要一个校园内 或者校园外的一个 拥有权力的 制裁权力的机构 或者一个判断权力的机构 来处理这些事呢 也许是 但是我总在想 是怎么预防 这种事情的发生 而今天中国的欺凌事件 校园性就逐渐增加 是不是表明我们 其实除了说到时候 怎么出现了 怎么处理 怎么制裁 怎么判断之外 前一步预防怎么做 这让我想起 我前阵子遇到一个事 咱们就要注意听 大家去一下广告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文道说说碰见什么事 就有一次跟一位老先生聊天 我们几个朋友 那位老先生我很尊敬 是一个很儒雅 很有修养的一个人 那他的女儿也在这 他女儿现在也是事业有成 大了 那这个女儿呢 我们就说 哎呀你们妇女俩真相 教得真好 什么什么 那天聊起来呢 那个老先生就说了 说其实我从小呢 管孩子呢就很简单 就是反正要他什么时候 都得替人着想 得让着人家遇到了什么事 如何如何 他就这么讲 结果我们同场里面 有另一位家长 那个是个比较年轻的 一位家庭主妇 他就说那你这不对啊 我就不会这么教孩子了 我就你这样子就在磨灭 孩子的个性 孩子的个性 你必须让他张扬出来 那像我的孩子 我绝对不会说要禁止 他这个什么事都得让着人 那长邪闹 所以孩子要长 要出去要有征服欲 要能长见识 然后你看我孩子 12岁不到 我带他去了十几个国家了 这多牛 那你说起来那个妇女啊 也是一个 我们大家觉得也是一个 比较霸道的 让一个人 是是是 OK 我从这件事我体认到什么 就我发现那个家庭妇女 她说的这些话 我今天听的不陌生 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听到有些家长都说 孩子的个性不能压抑 他们说中国的教育 太压抑人了 要张扬 但是 我觉得这时候 我们中国很多概念 观念是错的 就是孩子不应该压抑 以他的天性 但是是否表示 就是要张扬 什么叫张扬 什么叫个性的表达 比如说你让他 要让你让同学 有时候不要跟同学争 这算不算是压抑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 这观念上都是错的 这个我知道在香港上学 我听一个 当然可能香港妈妈 你就知道香港人 对内地人是有偏见的 就肯定是有偏见的 但是因为现在 他就说 他他在香港 这个本来是挺好的学校 他说我孩子 我们香港的孩子 点上学 贵族学校 本来都挺好 但是来了很多 就是你们内地的 你们大陆的 这些个土豪的 这个孩子 他的观察 我就必须说 他可能是香港人 他有偏见 他说 他说就显得 比香港孩子粗鲁 而且就攻击性强 他说上星期 我那个孩子 就被一个大陆的 被一个内地的 这个孩子给咬了 就上牙呀 他说 你说这是不是 我女儿也咬人 那这很正常 对他就 你看他的一个偏见的观察 他认为 我们香港的这个孩子 就比较规矩 他说这个 从你们内地来的 这个孩子 就表现出 这个比较攻击性强 那那外国人 小孩咬的更多呢 对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 我教小学的时候 还有女同学 那个我班上 还有个小孩 就剪刀剪 隔壁同学的手指头 就看来动物性 其实就是小孩的 兽性 他这个不激性啊 是普遍存在的 对 我们是觉得就是说 所谓的文明叫小孩 就是把他兽性的那一面 可能要约束 但我有时候也觉得 这个平衡挺难掌握的 我有时候又觉得说 所有的规矩 都是我们大人在制定 那他们心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 和创造力相关的 这个兽性 会不会也被磨灭 但我觉得这个是要 可能这个平衡点 是动态的 你很难说 这个他就不许做 这个就不许做 你可能观察他 然后在哪一个点上 你觉得你要介入一下 可能你要去掌握 不然的话 但是我觉得 千万要小心的就是 人类是社会的物 所以你一定要想 我要张扬这个孩子的个性 而不是张扬他的兽性 对 可能最后反而对他自己不好 没错 是这个小孩 将来是要在社会 中被接纳 在社会中与人相处 这可能就体现了 他们对社会的认识 就不一样 他可能那个家长 就觉得社会 他就是丛林 社会就是个原始丛林 他觉得他就是丛林 对 我有一个 那个以色列的朋友 他在说跟我说 他在学校里头 就以前就被人欺负 后来他怎么办呢 他就找了一个酒瓶子 砸了底 就去戳人家肚子 就是 那个欺负他的人 他就戳人家肚子 人家就吓死了 说 我不过打你俩下 说你要我的命啊 他说 从此所有的人就知道 我这个人是不怕死的 所以再也 再也不会有人来 那个欺负我 然后他说 他说 可你看我们的国家 就也是这样 谁欺负我们 就加倍的报复 就让你们下次 就不敢惹我们 不管你有没有道理 这是以色列 以眼还眼 对啊 他们的国策 好像就是这样子 是伊斯兰国 不敢动 但是就说 实际上我就觉得 现在咱们说 教这个孩子 比方说 为什么好多留学 就送孩子出国的家长 他就确实会说 你包括上英国 这个上学的 就是说 比如说 有的那些孩子家长 讲英国那个公学 就什么王子 都是那学校的 他说那出来 那就是儒家 仁义理智信 就是他 他觉得特别好 他说 他说 我希望我孩子 受到孔子所说的 仁义理智信的 君子的教育 他说 可是在中国 绝没有这些 他说 但是呢 我反倒在英国的 这个贵族学校里 发现 他教给我这个孩子 这些礼仪 礼貌 待人之道 比如说贵族的勇敢 是吧 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 可以现身 他觉得这些 仁义理智信 怎么都在这儿 而且你比如说 咱们觉得 你刚才也讲 日本 好像感觉 这民族有点变态 连带着 我们觉得 他也不吭声 实际上 有一个 我上次去东京 有一个中国的妈妈 她就跟我讲 说日本人 这个教育小孩 很重视这个道德 而且他说很可爱 他说 你想他的小女儿 他小女儿 从一个从中国来的 进了日本的 这个学校的班 他说 他说他就是 每天放学 他就看见 小女孩身后 有个日本小男孩 离他家女儿 十米远 就看着 然后每天早上上学 他送女儿出门 他也发现 那小男孩 也跟在他女儿后边 在家门口等着 他开始 他以为 他觉得 这小男孩是不是 是不是会 小流氓 因为叫那个小孩 小孩就跑 也不进门 后来他打听才知道 原来是在小学的班里 日本老师 就给大家介绍 说这个小女孩 是刚从中国来的 她到我们日本来 比较陌生 然后就让她 这个小童桌 这个男孩 就坐她旁边的 说你要保护她 你要看好她 但你看日本的 这个小小孩 她也是特内向 她也不说话 本来学校 老师是让她 在学校里 保护这个小女孩 她每天放学 她也不跟 这小女孩一起走 她远远的跟 一直跟到门口 看她进了家门 她走了 第二天早上 你看日本人 这种认真的劲 第二天早上 在家门口等着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家长说 进来吃点东西吧 不 就在这看的 就永远跟在 这小女孩后头 这多可爱呀 好可爱 我觉得这种教育 也是善良 人有兽性 但是我也相信 人有互助力 他的成型 这个问题又在于 我们到底教不教孩子 这些东西 今天中国教育 我发现道德教育 我翻译小学生 他们做那道德教育 发现很 有时候很难堪 就变成全是一种 口号学习 灌输一种 很盲目的一种的 道德价值 不是一个很日常生活 具体实践的东西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道德价值 他不是教一个孩子 做人要有礼貌 好 我们下次考试 做人要有哪五样东西 礼貌 不是这样 你要是一个很具体的实践之中 慢慢领会出来 领会出来 这个心得能够应用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领域 是这样的 对不对 这才叫道德教育 但是我们的道德教育是书面的 那么除了书面之外 我们到底叫除了书面的价值观之外呢 很多时候就是爱国教育 那叫正能量 我们的道德教育是就连教育者自己都不信的教育 对吧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像今天说这个 我今天上午才看到一个一个一个信息发的 是忘了是哪的一个学校 你看到那个关于雾霾的一个通告 不准戴口罩 对叫学校叫学生 因为那天雾霾厉害 然后学校发信息给全体师生 说这个大家不要轻信 这个雾霾的传言 说我们全体师生 今天下午绝对不戴口罩 说只要心中有阳光 雾霾智慧消散 然后说这是时代需要的正能量 然后说这个 我们都是祖国的 祖国是个大花园 我们都是拿着花 这花心能不黑吗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看有一个人 这个写的一个文章 他就是说通过孩子的经历 我原谅了童年欺负过我的人 我觉得他讲的有一个心理 就是说被欺负的显然是较为瘦弱的 较为比较没有能力的在办理 容易变成被欺负的 性格比较软 然后他就是说 他小时候就这样 对外界充满恐惧 连厕所都不太敢上 因为厕所就是欺负孩子的 孩子欺负孩子的一个点 然后说童年时积攒下来的无力感 一直延续到长大成人 使我很多时候都很怂 尽量把自己收缩在一个角落里 对于恶意固然避之不及 对于善意也诚狂诚恐 心理学家说 不能够坦然接受善意 是因为你潜意识里认为你自己不配 就是很多孩子 他在小时候的遭遇中 其实我觉得被欺负打压成了一个 自己就矮人一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是仅仅因为这个 因为我小时候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班级里就也有一个孩子 就老欺负别人 也包括我 就所有人都被他欺负 他老瞧我们的东西 然后就说要拿钱赎了什么那种 然后我那时候的 经常我上课的时候的一个幻想 就是揪着他的脖子 就得甩他 然后打他那种 就我老想打这个人 后来有一次呢 他自己出了个事故 他从那个楼上给摔下来了 不过他没摔 不过他还没事 但是后来 天生的坏蛋 对他没事 后来还有一次掉进个粪坑也没事 后来大家就去到他家里嘛 就后来知道 就说他爸妈早就离婚 然后他就跟着奶奶啊什么的 就有时候觉得他有 我就觉得他很可怜那个感觉 但是是不是小的时候 这些东西对我们长大了有 我觉得我性格当中也有一些蛮缺怒的东西 但我又不认为完全来 完全就来自于那个 你其实你自己长大 可能慢慢慢慢的 有些东西你自己会知道怎么克服 我倒觉得应该教孩子一种 就是强的 但是强是什么 敢于挑战强者 只让我觉得有些孩子 让我觉得够孙子了 就是说他欺负的是弱者 他见到那个狼啊 他见到比他更厉害的孩子 他就跟孙子一样 让他吃屎 他都吃但是一转头他去你要欺负弱小是最丢人的 我觉得应该传递这么一种价值观 这个很难传递 你有本身欺负大个的 这个太难传递 文涛 我们学校的环境是整个社会的镜子 你出了校园 你在校园里面你教孩子要挑战强者 然后你出了社会看到所有人都是像强者鞠躬哈腰领导请 然后看到下属去你都这样 我们社会就是这样 你学校怎么教孩子挑战强者 就是不平等的一个成年人的一个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 不过我刚回想起来 你刚刚讲孩子的那种冲动力量该怎么发散 你刚刚讲什么英国的教育 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要太夸大英国的工学啊 什么仁义理智性什么 但是他们有一套东西 我觉得倒很有意思 就是他的体育 发泄到那去 对他们是体育在英国传统的教育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德育工具 比如说所有经历发泄到那里面 所有好弱动肯发泄在那 但是同时要讲规则 要讲荣誉感 要讲顺不交败不累 就是奥运精神 你知道最早创办奥运的那些人 不都全是那种学校出来的 对